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H&M Premium Quality的系列 就是他们家一个比较高端线的嘛 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然后同时呢,我也看一看到底他们家的质量怎么样 可以说是有惊喜也有采雷吧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毛衣 我说到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 这次购买的质量最好的一件 它是一个这样的石墨灰的颜色 大家看,然后整个毛衣的质感啊 然后它的剪裁啊,真的非常的有型 大牌,它成分也是非常的良心 90%的羊毛,10%的cashmere 就是穿上身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完全可以单穿的 柔软舒服的那种 而且这个领子呢,穿上去也是非常的保暖 大家也可以把它整个这样翻上来 然后随意的那种窝在脖子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一种很帅气很洒的感觉 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会挑一些比如说 类似的成分的一些,觉得穿上身 应该很舒服的一些毛衣啊 我也会放在视频箱信息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件呢,我觉得它不管是材质面料 还有它的搭配性来说 都是非常的好穿 可以说是我这次对HM有一个改观吧 我觉得它们真的是在有改进 就不是说像咱们之前一直认为的 HM的普通线的那种快时尚 然后品质又不好 说图样是吧,也没有那么好看的那种感觉吧 它们家这个Premium Quality的质量呢 真的是还挺不错的 大家看它的这些接缝的地方啊 这个质感 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一件毛衣 然后价格呢,又是非常的合理 然后亲民的 下面一个呢,就不得不说我身上这件哦 我相信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动态 或者有之前看过INCE和微博的照片呢 就知道我这件衣服超级超级的喜欢 然后我看下面有评论小伙伴说也买到了同样的一件背心 就是收到手都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材质呢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羊毛 跟我这一件去比的话 确实这样如果单穿呢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存在感的 但是呢也比这个羊头毛的毛衣要强太多 所以说我非常要推荐这件背心给大家 所以说今年确实好像刮起了一股这个背心的风潮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心这个单品 其实已经流行非常久了 就得处理呢也会让你的胳膊整个显得更纤细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我 我看相机里面的这个我自己 胳膊显得真的好瘦啊 这段时间呢我体重又回去了一千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最近在写论文真的是狂掉发 然后睡不好 加上呢饮食非常的不规律 也没有时间做运动 导致我现在就是体重回升了两斤 但是我还是会尽力的控制的 希望大家也监督我 哎离那个五十千克又远了一千克 真的是没关系 我相信我还是会能受到的 我把这件背心呢也搭配出了不同的方式吧 也希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 但是我时间比较紧 所以说只给大家拍了几种 如果有时间的话之后呢 我也会出类似的这种一一多穿的题材给大家 如果大家要去购买单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像我觉得身上的这件背心呢 它能在我的衣橱里戴好多年的这样一个单品 虽然它是H&M的 但是我有这个信心 不管你过了几年再去看这件衣服 它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在你的衣橱里 然后为你服务 我这件衣服才59哎 就是加币 我真的觉得超级划算 如果大家现在可以在H&M的买到的话 或者是你在店内有看到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买 我购买一下他们家100%Cashmere的羊绒的围巾 收到手的质感还是挺惊喜的 而且特别是它的价格 几十刀的价格 买到了这样一个质量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编织呢 像Everland之前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个 很像羊绒衫的那种材质的编织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可能有的人会更喜欢这种 之前我在优衣库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围巾的这种质地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两种质地 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 大家看这个羊绒围巾围上去的感觉 就是既有羊绒的那个柔软心肤和保暖性 它会更有空气感一些 我觉得它这紫色调的也是非常的美貌的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绒围巾的材质呢 其实跟Burber的这个是非常相近的 然后可能就是稍微的轻薄一点点 这种羊绒围巾的围上去的感觉呢 就没有那么有形吧 大家看就非常的轻薄 OK它走了 但是它其实就是说非常的轻盈嘛 然后你如果秋冬天 比如说你想塞在一个开衫的里面 或者大衣的里面 也是非常的好搭配的 像Everland和这一条呢 我身上这条H&M的 它的这个质感呢 就也是非常的柔软的 但是它会稍微的比刚才那两条 再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呢我手上现在这四条围巾呢 就这边是Everland的 这个是H&M的 然后这个是Uniqlo和Burberry 其实就是说这两个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材质 然后这两个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材质 我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们也都是不同的色调 然后材质都是非常的柔软 轻敷又非常的轻盈 比羊毛围巾围上去的话 更加的舒服柔软吧 因为如果说大家皮肤比较敏感的话 像我本身是一个皮糙肉厚的体质 所以说我感觉羊毛的围巾 其实就像Acne Studio 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用的 真的要论就是说舒适度啊 还有轻敷度 如果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围巾 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杨文围巾的 我觉得H&M的最大的诟病就是 它真的发挥太慢了 半个月将近一个月 然后我就真的挺无语的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可能不是最及时的信息 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比较中用材质的这样一个level的衣服 还有产品的话 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吧 我觉得还是能起到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还有呢我也同时逛了一下 它们新上的一些premium quality的系列 会呢分享在下面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我挑出来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又非常好看的一些单品 现在呢就是一个雷品了 虽然是同一个系列 大家看 它和刚才这个围巾呢 真的是一家人有没有 我当时想的是 啊这样子戴这个帽子 然后围着围巾 好小仙女的感觉啊 我现在给大家戴一下 其实我很怕毁了我今天的发型 你看我这个标签都没去 我指望着能把它给退了 真的太搞笑了 这帽子首先它的问题就是 比较的轻薄 大家看这个帽子就非常的没有形 就是你的头是什么 它就把你勒得更紧的那种 然后完全就不会有那种修饰脸型啊 或者是什么效果 如果往下拉一拉 就也很奇怪 然后那天我是想着拍一套 就是非常紫色的穿搭的照片 然后我老公就说 你这个 有点像泥菇 哎 当时真的快气死了 我就觉得 他说的又很对 你知道吗 我看照片我也觉得很像 不太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虽然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作为一个帽子来说 我觉得它这么小小的一个 然后又没有一个造型感 同时呢会把你头型称得非常的难看 所以说我非常的不推荐大家 这个我也会给大家附上 就是我专门戴上去的一些视频啊 照片啊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吧 我觉得这算一个 这次我购买的一个雷品了 那下一件紫色的单品呢 就是一个小套装 那这个套装呢 我收到手之后 还是非常喜欢的 Constrous的一个系列 但它的面料是没有 刚才我说的这个羊绒的 这么舒服的 大家看 颜色非常接近啊 都是这种非常鲜的紫色 这个稍微会亮一些 看它的这个袖子的收口啊 还有这个整个开衫的剪裁 扣子的设计都是非常的精致 当然我想说的是 这个扣子虽然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在穿脱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难去 就是把它扣上和解开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想把它扣过去 你看它这个扣眼又特别小 又是那种针织的嘛 就有点过不来 哎呦 真的我都怕把这件衣服给扯坏了 它这一件开衫呢 其实还有黑色啊 还有别的颜色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可能这个扣子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把它拽过来 戴上呢 就是这样非常的好看 它的背部呢 如果说大家把头发 马尾扎起来的时候 会让你整个脖子看得更修长一些 人也会更精神一些 然后呢 它这次还有很多毛衣 也是这样设计的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里面是这样一个 crop top的小背心 个人来说是挺喜欢的 大家看它的这个肩带呢 是比较宽的 然后呢 它这个肩带里面呢 就是这种比较光滑的 这个面料材质 穿在身上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我就觉得 它那个扣子的地方 应该里面也加上这种 比较光滑的这种面料 那下面给大家说一件 今年也比较风 比较大的一个垫肩的这种毛衣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其实是一个这种 非常非常浅的 就是它是绿色的色调里 但是又加了一点黄调 穿上身的话 这件衣服是我对我这样一个 皮糙肉厚的人的体质来说 我没有办法单穿 有够扎的它 大家看通过它这个面料的毛帽 就能看出来它真的是相当的扎 因为它里面主打成分是一个羊驼毛 但是我之前其实购买过 Aresia的羊驼毛的毛衣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扎 就是完全可以单穿的那种 那这件的话 我一定是要穿一个打底去穿的 袖子的地方 然后穿上就立刻就非常的有形 有没有 反正我很喜欢它这个袖子的设计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店间的这个部分呢 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样衣服呢 我购买的是Small 穿上呢是非常的刚好 它的长短呢也是非常的合适 完全不会过长的 不外想在裤子里穿啊 还是什么的 都非常的OK 下面呢是一个premium quality 但是呢是男装的一个毛衣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呢 是非常好看的这个蓝色 就男生女生穿都非常好看的 会衬得你整个人非常的亮 大家看有没有 这一件百分之百羊毛的呢 也是有点渣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跟 呃 优衣裤去相比的话 我觉得优衣裤的纯羊毛 做的更轻浮柔软 穿上去更加没有存在感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件呢 我觉得也还好吧 如果大家非常喜欢的话 可以就是里面穿一个打底嘛 呃 面料是这样子的 这个大小呢是ActoSmall 也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上身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 非常浅的这个绿色 毛衣的材质呢 也是百分之百的羊毛 北美的S码 然后如果是国内小伙伴呢 它就是165 我觉得它的上身呢 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看 这件衣服可以再买小一码的 领子这个地方 大家看它背后 就一样它是有这样一个 嗯 设计的会让你的整个背后的 这个脖子呢 会显得更修长一些 像它这个袖口的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这种稍微变化一点点的这种编织 我觉得整体来说呢 它的细节的处理 还有它的这个面料的选择 可以对得起它这个premium的名号 上身的搭配性呢 我觉得也是相当高的 我想的是 这件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嘛 所以我也买了一件米色的 因为我觉得 虽然说绿色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米色系的衣服呢 就cream的颜色 其实秋冬天的搭配度 应该是会更高一些 就是一个是它这个微领的设计呢 是比我身上这件背心呢 再稍微深一点点 但是完全不会过分 不会掉下去的那种 刚刚好卡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就是脖子没有特别长的妹子呢 非常的精神 然后也会显你的脸更小一些 这几件毛衣我买回来的话 这件是最厚实的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调色 真的还挺厉害的 两个颜色呢 就是这样子的 最后两件呢 就是我觉得 我给大家简单过一下吧 一件是呢 因为我之前沉迷于紫色 这个读已经很久了 然后我又买了一件 这个紫色的卫衣 这件卫衣呢 可以说穿上去 非常的清新可爱 但是呢 一看你就知道是H&M 你知道吗 从那个普通线里 抓了一件这个卫衣出来 想着也是紫色的 非常好看 大家看它这个帽子的里衬啊 非常的廉价 就是你一拿到手 这件卫衣 你就知道我穿不了几天 里面是这种 毛毛茸茸的这种材质 也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卫衣的内理吧 然后我是觉得 整个这件卫衣 你倒说不出来 它是哪儿不好 但是它 就是打动不了 然后最后一件呢 想给大家说一下 是这一件 微领的一个衬衣 它的这个面料呢 非常的像这个 真丝的感觉 非常的凉爽垂顺 然后光色度也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成分呢 大部分都是polyester 颜色也是挺好看的 第一个扣子是从这里开始的哦 就是不是从上面寄到下面的 所以说你穿上去的时候 它自然会成成一个V领 然后它也是非常适合搭配 比如说我身上的这种 V领的背心啊 或者是你里面有什么 V领的一些毛衣啊 开衫啊 超级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 点赞留言订阅 B站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记得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